南投县中华松岭无沃茶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竹山镇召开 会员及友会嘉宾热情参与 茶会也将茶道与茶艺文化结合 演绎了无沃茶的精髓 从过程中展现茶人的风度 让与会来宾感受茶会推广茶文化的用心 展现优雅的姿态席地而坐拿出茶具 南投县中华松岭无沃茶会 特别演绎无沃茶会的精髓 茶人们从容的态度 让大家感受到茶文化的优雅及专业 那无沃茶会的话就是我们希望说 在推广在茶产业跟文化中间的话 做一个不一样的无沃的一个泡茶方式 来带动地方上的产业文化的提升 那在无沃茶的过程里面的话 每一个人在泡沃的时候 他放下身段 那每一个人在泡茶的过程里面 展现出来茶人的风度 跟茶人的一个内心里面 如何泡一杯好茶 然后发挥团队的精神 然后礼仪上的表现 就是我们茶会的一个宗旨 长年以来 南投县中华松岭无沃茶会 带领会员走遍全台推展茶文化 尤其对当时正起步中的离山茶推广 让中华民国茶商业同业工会 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张中美印象深刻 当时我专业台中华民国茶商业工会理事长 要担任无沃茶会 我们去做无沃茶会的活动 当时离我们雷山地区 旧观的风景区 起了很大的作用 让我们雷山地区 当时开始起步 像那些地区和地匠的金地区 都一起做这个 这个开发 就要进 饮茶文化 就要从这里开始 一直生起来 南投县中华松岭无沃茶会 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除了会员踊跃参与 来自全台的友会代表 也都一同参加 还有多位的影视红星现场表演 会员们准备精彩的节目表演 也让大家了解中华松岭无沃茶会的 向心以及凝聚力 理事长李立芳也欢迎大小朋友 一起参与 感受无沃茶会的魅力 同时也将台湾茶文化 分享到世界各个角落 记者张东人 主山镇采访报道